这里就是登山宝训教会 也就是说传统上认为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 讲了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登山宝训 那马太福音五章这里说 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 既坐下门徒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宝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的坏话 毁谤你们 你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这样逼迫他们 耶稣基督的教导 特别的告诉我们 跟世界所认为的 所认为的一些标准 完全的不一样 翻转了这个世界 所认为的利益 良善的方式 那教导了我们做烟 做光 规范了基督徒的行为损折 包括律法 不要发怒 不要奸淫 不要修妻 不起事 不报复 爱仇敌 要施舍 要祷告 要取悦天赋 而不是取悦世界 不要忧虑 不要论断人 要遵行主的教导 有根有基 那当时的犹太人 认为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不像当地的文士 老是照着什么 典章书籍来念 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带来了一种权柄 是这样 因为上帝的话 本身就是权柄 一种权柄 例子 有三种权柄 你费民 对 心情 有三种权柄 我 在